市民的需求量 基本上都幾乎都差不多 土額有點 那台北市那時候五月四號調查的時候 他們報是報十二萬 然後他們庫存量有十八萬 然後他們預計發清三萬 我想如果以聲報 如果不足應該要把它報好來 然後我們據統計 他就是報說要十二萬 那我們就要沛清三萬 那我一正為這樣子夠了 如果真的有不足再報上來 北市批評你說是營造達山元故事的模樣 沒有 就是根據調查嘛 我們是根據調查 然後可以的話就退下去就這樣而已 未來還是其投資發放嗎 會不會預約地區的熱度按照比利需求嗎 你指的是快篩 快篩實名制的部分嘛 到目前來講 我們現在大概剩餘量最多的還是雙北桃園 雖然都不多啦 大概就一趴多 雙北桃園還有基隆 因應COVID-19疫情持續擴大 我國醫療機構人員藥品 醫療慶財整備 請專題報告並備質詢 要請衛生服務部 教育部內政副秀 確診者及被通戀者 居將照顧之相關生活 關懷協助 是一個緊急採購 那也通知也訂定辦法 通知所有的人來參與 那辦法訂了以後 那大家可以來進行下一步的議約 那高登在 高登 在議約他就沒有來議約 那我不知道這個所謂的福利 或一些相關的利害關係怎麼樣產生 還沒有發生關係嘛 那政府只是要做事情 請慢慢來報 然後要來了解 要掌握整體的情況 進行相關的行程 才可以持續 所以看起來 我自己也有感覺 國民黨好像在扯後腿跟 我防疫的工作已經很辛苦了 如果再這樣子 再不時的再指控的話 我相信你也很辛苦了